大家好,我是邱哥 那這一集的內容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呢,我們沒有去旅遊啊 或者是真的去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 而是呢,我們這一集要來做 大家睽違已久的QA環節 那我們QA的問題已經蒐集了非常久 然後呢,也蒐集到很多還不錯的問題 非常好的問題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我們頻道啊 然後更了解邱哥 所以呢,我們就這一集就是 算是慶祝我們200訂閱 耶!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QA環節 好,那事不宜遲我們就準備來進入這些問題 那在進入之前 因為這是比較輕鬆的一集 就是可以跟大家聊天啊 怎麼樣的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個 這個非常好喝的Mountain Dew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是以這個 非常放鬆的心情 然後來聊聊天 OK OK 第一個問題就是 頻道未來的計畫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Youtuber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可能有怎麼樣的一個大方向了 那你未來還是會走這個方向嗎? 還是你有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有想什麼嘗試啊? 或者是你有覺得怎麼樣做比較好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對於Youtuber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關於他的頻道的計畫 那我就來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們頻道的內容一直以來都是跟著我們的初衷在走 那我們的初衷是什麼? 你就可以打開我們頻道的簡介 就是秋哥跟阿瓜是這個披子堡的留學生嘛 那就會藉由這個Youtuber這個媒介 然後來分享秋哥談論時事啊 然後生活啊 然後一些旅遊的東西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一直都有走在我們的初衷方面 所以我們會繼續貫徹這個初衷 如果我們生活上有遇到什麼樣的事情啊 或者是秋哥最近有一些遊感而發 或者是去旅遊 那這些都會成為我們頻道的內容 我們今年到年底 我們最主要的這一些都是旅遊的嘛 然後做一些飯店開箱 因為我們今年獲得了這個海野環球課 而且今年我們也稍微比較多一點旅遊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就做比較多這樣的內容 那未來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把重心就是 要放比較多在介紹披子堡的一些生活啊美食 因為我們在披子堡的 已經生活這樣算起來已經是三年多了 那我們對這個地方也越來越了解 他有他自己的文化啊 然後在這邊的美食 然後跟大家的相處都越來越好 所以呢 我們希望以我們的經驗 然後來分享給 不管你是住在披子堡 或者是要來披子堡 或者是只是 對我們生活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對在披子堡生活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看我們的頻道 這樣就是我們頻道未來的計劃 頻道除了這些披子堡的內容以外呢 未來可能也會有更多秋歌大坦系列 因為那人年紀越來越大就會有一些 然後不突不快的事情 那就會可能藉由這個YouTuber來披發 我們也會嘗試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企劃 那我們就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 呃就是做 那未來可能也會有多一些的 Papaya的企劃 那大家敬請期待 耶 那第二個問題 除了頻道以外的副業 那基本上因為呢 呃我們實際上能做的這種 真正有收入的副業還不多 因為呢 我們本身現在是 這個一般的工作簽證 那像我是拿H1B 然後H1B的話呢 你是只能 為 就是你會有一個領域 然後你只能為這個領域裡面的公司工作 而且你一次只能一間 你就是要掛在他這個公司下 所以呢 我就是掛在某一間公司下 然後我也不能去幫別人工作 像我也不能開Uber啊這種 主動收入都是不行的 那當然如果你去 什麼 中國餐廳 然後打黑工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不合法的事情 基本上我都是不合法的事情 我就盡量不要做 因為 因為沒有什麼好處啊 所以呢 呃我們未來要做更多 呃副業的話 可能是要 呃拿到這個綠卡之後才比較有可能 如果真的要講副業的話 我們最近比較像是 呃我可能有在關注一些 股市啊關注一些投資的狀態 就是這種被動收入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副業吧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呃你也可以在底下 呃問邱哥 那也許這個就會成為邱哥大談的題材 也說不定 只是邱哥不會負任何 那不會負任何的法律責任 那我不是投資顧問嘛 我這個大家自己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鄉親請先公開說明書 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欸 美國Suffer Engineer和其他國家的Suffer Engineer有什麼區別 這個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人 因為我只有在美國當過Suffer Engineer 在美國的話這種科技業的軟體工程師 我覺得最近有一個潮流非常特別就是 他叫做Unlimited Pay Time Off 也就是說你有無限的特休 因為他就是你就算請假他也會給你錢 所以他當然就沒有什麼並駕試駕什麼的 你只要請假 然後你的Manager許可的話呢 你就可以請假 你那一天就是把你的行事力把它擋起來 就說我今天休假 你有什麼旅遊計畫的話也是 就先跟你的主管說一聲 然後就把它安排好 變成是比較這種自由彈性的一種風氣 但是呢這個 這個的好處跟壞處是什麼呢 好處當然就是你比較彈性 然後你感覺你可以修很多這樣 壞處是什麼呢 我覺得實際修的假可能 比你有一定天數的特休還要少 像是我德國同事他們一年有30天的特休 那我覺得我一年是絕對不會修到30天的 因為其實這種事情就是一體兩面的 因為你修假等於你沒有產出嘛 那你沒有產出你可能你想做的事就做不完 然後你在你這個team上面的這種貢獻度就會比較不夠 所以呢就是一體兩面 然後你變得有這種自由的時候 你也不太會想特別去休假 但當然我也是會安排一些旅遊計畫 然後我有事情的時候我也會跟主管說一聲 我就可以請假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也是絕對加起來沒有到30天 所以見仁見智啊那有的人用的比較好 那我用的可能就是還好 那就是要取得一個平衡 其他的話呢我還有列舉了一些特點 OK第一個就是美國科技公司很多都可以拿免費的零食 然後午餐來吃 我覺得台灣可能也有一些是這樣子 但是我不確定到底這個現象的普及度是怎麼樣 那我來我去剛去我這個公司的時候我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你要拿喝的要拿吃的都是免費的很爽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就是美國這邊的話就是你的健康保險 通常是要跟著公司一起保不然呢它會很貴 所以公司就會幫你出可能90% 那你只要出生下來的10%這樣子 那這也是因為美國它就是這個保險系統稍微複雜一點 那你另外一個可能比較陰謀論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工作你才有辦法負擔得起這些昂貴的醫療保險 所以也許這就是美國的陰謀 I don't know 第三點如果單就美國的Sovereign Engineer 跟台灣的Sovereign Engineer 我會覺得呢 美國的Sovereign Engineer它 這種研究開發的項目會比較多元 因為美國是非常多資金 然後非常多這種創業計畫 然後非常多這種傑出的人才所在的地方 所以他們開發的東西就會非常多元 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創新 那如果你是喜歡這種比較創新的精神的話 在美國你就 你要去新創也有啊 然後像是假如說你喜歡比較酷的東西 你喜歡一級玩家對不對 你想要投入這個元宇宙的研究 OK那你就去這個Facebook嘛 它現在叫Meta去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美國就是你的路會比較廣一些 那就是看你個人的興趣 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覺得在美國的話 它工時好像沒有比台灣長啊 因為我聽說台灣很多工程師都要加班啊 然後都沒有這種家庭的生活很可憐 那我是不知道實際上狀況是怎麼樣的 可是在我們公司的話 我覺得我們公司的這個叫做Work-Life-Balance是非常的好 就是你工作的時候你就認真工作對不對 然後你該休息的時候就是陪家人 然後自己好好的放鬆休息 我覺得這個平衡在美國的話 他們是比較強調這一種Work-Life-Balance的 像很多人在面試的時候都會問就是說 欸你這個公司的Work-Life-Balance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就說喔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在美國覺得比較 覺得比較好的一些地方 我還有覺得一點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首先你當然工作跟學校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美國這邊就是 每一個人他都是比較獨立作業的 就算你在一個team裡面 你的manager也會非常尊重你的想法 然後比較像是把一個大方向給你 那所有的實作細節什麼的都是 你要自己去搞清楚 比較獨立作業 所以呢 我不知道在台灣的或者是在其他國家是怎麼樣 但是 對我來講就是 尤其是我們公司就是你比較需要獨立作業的能力 然後呢你也要去 就是溝通去跟別的team溝通啊 去跟你的manager溝通 所以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公司你也是就是你可以跟任何人 像是我們公司是用slack 你可以在slack上面用 就是用私訊然後私訊任何人 然後如果他願意回你 你們就可以做一個直接的溝通 不用透過一層一層的 那當然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拜託你的manager去幫助你 那他們就是一種這種互相幫助的型態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跟我在以前學校啊 然後跟我以前想像的一些工程師要做的事情 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目前為止我都是工作的蠻愉快 因為你就可以跟直接跟這個負責 你需要合作的人溝通 那是非常好的 下一個問題也是有關這個software engineer 就是我的職業的 那他就是說 欸球哥你有打算挑戰其他國家或地區的software engineer嗎 欸這個也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這個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既然我我算是有這個專業 雖然我也不是入行很久 但是呢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專業去試試看不一樣的東西 那在不一樣的國家或者是地區工作 當然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你遇到的文化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你做的一些project也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我們目前的計畫是應該還是會在皮子堡待一陣子 但是呢我們當然也不排除去其他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要去其他國家的話 我們應該會優先選擇日本或者是新加坡這些 離台灣比較近的亞洲國家 因為他的像是食物我們也比較吃的習慣 然後我們對他們的文化也稍微比較有興趣一點 未來的事情也說不準 那也許對不對 假裝特斯拉出超多錢 那也許我就去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去德州 所以我們對未來是沒有做太多的預設 但是我們是非常這個叫做開放性的心胸 open minded的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人觀眾想問我們 他本人下一個城市要去哪裡玩 阿瓜和我還有Papaya 都已經去過了非常多的城市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我們的影片 趕快去看一下 你這些城市有沒有有興趣的 這個阿瓜和我目前去過的城市 主要是集中在東部跟中部 那你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參考 那我本人的話 去過美國西部的話 主要就是LA阿 San Diego 那我本人是比較喜歡 San Diego 因為呢 San Diego的天氣非常好 然後他的海非常的漂亮 你也可以去做很多活動 像是衝浪阿或者是浮潛阿 然後那邊也有海報啊 然後很多文化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那邊比較靠近這個墨西哥了 所以呢食物也是非常的特別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阿瓜最喜歡的是芝加哥 因為他氣氛非常的chill 然後呢建築物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他的旁邊的湖 叫做密西根湖 也是非常的美麗 那他非常的喜歡 但是呢冬天呢 會凍死 所以大家去之前要小心 如果 如果他冬天不是這麼冷的話 也許我們現在就已經搬過去了 如果大家沒有去過這兩個城市的 我們也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問題啦 好 怎麼樣像邱哥一樣又帥又壞 好 這個這個問題 我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但是呢如果帥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家有自己的審美觀嘛對不對 所以也是 見仁見智大家自己斟酌 那如果壞的部分的話 這個我有詢問一下這個阿瓜的意見就是 你要 要怎麼樣變得很壞 好那他是說 你只要對大家做這個政治正確的事情就很壞了 那我就 什麼是政治正確的事情 好他就是說 假如這個 你就是一直很堅持就是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要follow你的原則對不對 然後你都不通人情那你就很壞 假如有人要跟你抄襲論文 你不給他抄你就很壞 好那就是這樣那大家就是 這些呢就是我們 所謂的QA 那這是200訂閱的QA 那也許未來我們達到更多的里程碑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QA 然後我們也會持續的收集問題 我們就會回答這些問題 希望這些問題 對大家有幫助也有 對讓大家對邱哥有更多的了解 好就是這樣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持續幫我們關注我們的影片 然後呢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就是這樣我們下一集見